掌房嫡女沈青婉落马醒来 突然发了疯 要和我互换定亲夫婿 全府上下都震惊了 无她 只因与我订婚的那位 是沈青婉平日里最瞧不上的顾家表哥顾衡 平日里 她心情一有不好 就拿顾衡出气 极尽打骂羞辱 被打骂羞辱的不止顾衡 还有我这个二房嫡女 我与顾衡在她眼皮底下讨生活 只待成亲 便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谁也不能欺辱 可我没想到 顾衡知道沈青婉为她发疯 竟动摇了 我是沈家二房嫡女沈青浅 虽是二房正式所出 可依照沈青婉的说法 我父亲是树出 那便一房都是树孽 顾衡也是树子 我有个姑母 嫁去了不如沈家显赫的顾家 顾衡就是记在她名下的 姑母嫁进顾家后 连生两个女儿 杀了身子 从此再难生育 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树子身上 将姑父的树子顾衡要过来教养 姑母没有嫡亲的儿子 在婆家抬不起头 心里憋着一口气 努力教养着顾衡 为了让顾衡得到更好的教育 她甚至将顾衡送到京城来 动用无数人脉关系为她寻遍名师 还让她借助在了沈家 入沈家族学 沈家族上出了五位宰相 短短十年内又出了四个汉林 顾家的资源自然不能与沈家相比 顾衡在沈家的日子不好过 虽然她记在了姑母名下 由树入敌 可在众人眼中 她还是树子 提起顾衡来 多用的是轻蔑的口气 称她那树子 其中由以沈家大小姐沈清婉为罪 她是长房嫡女 身份尊贵 族谱之上 她的双亲的双亲的双亲 一直往上追溯时代 都是嫡出 可谓血统纯正 她最是瞧不上树出 顾衡更是让她瞧不上眼 顾衡的姨娘非梁家子 而是从教方司里出来的 是以沈清婉见到顾衡第一眼 就对她充满了厌恶 你就是姑母家中的树子 高傲娇精的女子站在台阶之上 居高临下 谋中带着对顾衡毫不掩饰的厌恶 沈大小姐自幼与姑母感情甚度 看到姑母上次来京 为了顾家的子嗣奔波劳累 有苦说不出的样子 便对顾衡充满了偏见 知道她的亲娘是教方司出身后 这偏见便演变成了厌恶 见过表妹 沈清婉拦路 顾衡先是一正 而后作医对她行了个礼 谁是你表妹 沈清婉皱起眉 露出嫌恶的表情 一个下见教方司擒女生的树孽 也配叫本小姐表妹 她怒斥间 沈家几位族兄被吸引了过来 见沈大小姐不渝 便将她团团围住 拳打脚踢 顾衡那时十六岁的年纪 不如年纪大的族兄力气大 很轻易地被踹倒在地 她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打了一顿 鼻青脸肿 她抱头护住脸 又被那几个族兄翻来覆去地踹着后背 表妹也是你能叫的 剑种也敢以兄长自居 顾衡被打得嘴角渗出血来 但她始终抱着头 仿佛这样就能刀枪不入一般 沈清婉看着这一幕 站在台阶上冷笑 直到顾衡奄奄一息 如死狗一般 被几个族兄踩在脚下 她才大发慈悲一般 你既然吃过教训 本小姐就不计较你僭越之事了 顾衡趴在地上 头发散乱 遮住了她的眸子 我就在不远处的亭子之中 目睹了这一幕 但我没动作 沈清婉是沈家掌房嫡女 她父亲是当朝尚书 整个沈家的顶梁柱 因此 她一旦对什么东西表露出不满 都不用她自己动手 自然有不少争相巴戒她的人出手 以讨得她欢心 就像对顾衡 也像对我一般 沈清婉发现了站在不远处亭子下的我 她勾起嘴唇冲着我羊下巴 你不是爱任表妹吗? 那才是你表妹 同你一样 都是树孽 足胸配合着 拽着顾衡的下巴 让她的脸迎上了我这一边 这就是我和顾衡的初见 顾衡的表情很淡 嘴唇很薄 这是我当时见到她的第一感受 她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脸色却满是平静 那双眸子也十分冷漠 只一眼 我便知道 她与我是同类人 同样被欺辱过 心里憋着一口气的人 沈清婉与那一群足胸离开后 我看着她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走路一瘸一拐地 犹豫半晌 还是跟了上去 你以后不要往她面前凑了 惊艳告诉我 被沈家极尽荣宠的嫡女盯上 不是什么好事 作为过来人 我好心地提醒这位新来府中的表哥 顾衡当时脚步一顿 侧头用那双冷漠的眼睛看我 悠悠道 没人告诉我 当时她的脸很滑稽 一只眼睛被打肿 两边眼睛一大一小 语气也惹人发笑 我不由地抿了抿唇 忍住想笑地冲动 你现在知道了 顾衡刚来府中不久 人生地不熟 她一瘸一拐地走着 问我府衣在何处 我带她去找了府衣 可府衣正好不在 府衣身边的小事说 大小姐头疼 府衣去看了 在府衣的住处等了许久 也不见她回来 我知道 府衣这几日恐怕都不会有时间了 我想了想 派我身边的丫鬟去马厩 想要支取一辆马车出府 这也没成 马厩的人说 府里的马车都被老爷 夫人 以及族中的人支取完了 丫鬟憋气地回来 看着我的毛子里多了些什么 我知道 她是嫌我这个主子没用 在这个府里 在沈清婉口中 我虽姓沈 却是数孽的女儿 只要沈清婉示意 我请不到府衣 甚至安排不了一辆马车 但我能治得了顾衡 我母亲出自民间 是个女医 她自幼被双亲送去擅堂学医 习得一手好医术 开了一间小医馆 治病救人 不过她嫁给父亲后 这一身医术最大的作用 就是给祖父做药膳 以及给大伯母看些妇人的病 我识字后 母亲就开始教授我医术了 那时我学医已经有四年 严重的大病我看不了 可顾衡被打得伤 倒是勉强可以看上一看 我回院中取了药 跟着顾衡回了她的住处 替她把脉看疹 我才十三岁的年纪 一脸严肃地把上她的脉搏 顾衡倒也不怀疑我的医术 只问道 如何 她说话间 扯动了嘴角的伤口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抖了抖 但却没叫出声 我给她开了些药 将药方递给了她身边的书童 出去跑腿抓药 抓回药后 我又告诉她的书童 夜里可能会发热 要细细照看着 如此便算看诊结束 而后 我认真地告诉顾衡 我叫沈清浅 是沈家二房的女儿 我有心帮顾衡 俗话说 滴水之恩 勇拳相报 他是能入世的男子 又是被欺辱过的数子 我知道这样的人 一旦给他机会 他会拼命地往上爬 我与他微末之时相帮 也是希望他日后入世 能借上一些光 果然如我所料 顾衡的课业很好 族学的课堂之中 他的策论赫师傅被学究表彰 引来了一众族中子弟的忌惮 这是沈家的族学 自然容不得他一个兴顾的出风头 顾衡三天两头地被打 做的课业也屡次被墨汁污染 他拿不出课业 夫子便打他手板 三天两头地罚战 几乎每一次 他的伤势都是我帮忙处理的 沐秀于林 封闭催之 天僻的亭子之中 我看着他胳膊上大大小小的青子 再看看他似乎没什么所谓的表情 有些不忍 我建议他不如藏桌 顾衡沉默半赏 才开口道 母亲每月都会让书童将我的课业打包 寄到顾家 若是不合格 他没再说下去 但我知道他后面的话是什么 他口中的母亲是我的那位姑母 顾家主母 顾衡除了姑母这个母亲 还有一位生身母亲 他是教方司出身 姑母将顾衡寄在名下时 他已经是济世的年纪 自然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只有他顺着姑母的意 出人头地 他的生母才能好过 顾衡大抵士随了他的母亲 皮肤冷白 生得极为精致 他垂着头 浓密的眼睫 遮住他眼底的神色 透露出几分脆弱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心底浮现出一丝不忍 我想想办法 不能一直让他们如此 顾衡抬起眼 对上我眼中的同情 唇边浮起一抹苦笑 声音有些低 会连累你的 我摇摇头 眼中的神色越发坚定 休暮日 祖父整日都在府中 我应母亲的要求 将他做好的药膳送了过去 沈老太爷脾胃不好 我父亲为了尽孝 祖父母亲每日为老太爷做药膳 再亲自送过去 母亲每日天不亮 就要起来给祖父做药膳 今日也是一样 只不过送药膳的人 变成了我 这不稀奇 我时常借着送药膳的机会去祖父那里 讨巧卖乖 这么些年下来也有了效果 祖父会亲自教我下棋 我有时也与祖父 去西侧花园东南角的亭子对弈 这一日 祖父用完药膳 兴致上头 与往常一样 要与我下棋 然而 当我随他一步一趋地走进花园 周围却不复往日的宁静 继女生的剑种 过来把本少爷的鞋铁干净 屋檐会雨传入耳中 我的手不由地攥紧了些 这声音我听出来了 是沈青婉的同胞弟弟沈云婷的声音 我知道顾恒平日里被族中子弟欺辱 但没想到他们做得这么过分 乌言晦语 简直不堪入耳 舔干净就放你走 去呀 周围的人起哄道 我听到靴子踹在肉上的声音 看到前方祖父的脚步停下 你们在做什么? 祖父暴怒 浑浊中混着些沙哑的声音传入沈云婷耳中 他洋洋得意的表情还没来得及收回 转头就看到了祖父 以及旁边的我 祖父罚了沈云婷以及其他族中子弟 沈云婷被打了十大板 待伤好后还要去跪祠堂 其他族中子弟 也一并被罚了五大板 世家大族 亦荣俱荣 亦损损损 今日的事情说大了 那是姓沈的何其伙来欺负姓姑的 何况如今顾恒记在姑母名下 是姑母余生的指望 祖父又疼爱姑母 这才罚了欺负顾恒的人 那日院中一片惨叫 我站在一旁 和正被祖父安抚的顾恒对视 对着遍体鳞伤的他 我第一次露出笑容 当天夜里 我梳洗完 执着寝衣 准备睡下 门外却有人敲了房门 谁? 我问 敲门的人却不答 只是再次一下下地敲着房门 我皱了眉 到底还是披上外衫 走过去开了房门 一开房门 迎接我的是 披头盖脸的一个巴掌 脸上一痛 我缓缓抬头 对上金钗玉珠下 沈清婉那张艳丽却阴质的脸 你这贱人 有事没事去祖父那凑什么热闹 数孽就是数孽 只会些争宠羡媚之事 她不知沈云廷受罚是我故意设计的 但她知道 是我要与祖父下棋 才将祖父引去 将沈云廷受罚全然怪到了我头上 沈清婉恶狠狠地盯着我 伸手就要将我推入房中 我下意识想要关房门 却被她身边的力气大的丫鬟死死按住 被推入房门前 我看到我的贴身丫鬟低着头 站在一旁 一副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 房中 我被沈清婉扇了十几个巴掌 脸颊都几乎要痛到麻木 可我不能还手 八岁时 沈清婉玩性大发 要将我推入湖中 可我会游水 静字游到岸边 将沈清婉推了下去 沈清婉不会游水 我是知道的 可她也不知道我会游水 是奔着害我性命去的 我推她下去 而后又找嬷嬷将她救了上来 我当时真以为我们是能够平起平坐的 同为沈家嫡女 她能推我入湖 我自然要还手 她不会游水 吃了大苦头 上来时奄奄一息 她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指控我推她下湖 我正要将事情从头到尾解释清楚 可父亲转头朝大伯父致歉 请了加法 将我抽得浑身是血 不仅如此 她还以母亲教养不好我的理由 罚了我母亲跪祠堂 跪了几近一天一夜 直到晕过去 大伯母才大发慈悲地开了口 说只要我与沈清婉道歉 此事就此结果 刚被请了加法的我 几乎是被父亲拖到沈清婉床前 压着跪下 朝她道歉 我自然不能承认是我故意的 不然恶毒之名 恐怕要跟我一辈子 我朝沈清婉道歉 说我是不慎之举 求她原谅 事情结束之后 父亲回到院中 对着我与母亲痛哭流涕 细说多年来的苦楚 让我忍耐 那时我才知道 沈清婉与我是不同的 他的父亲是沈家嫡子 资质上成 又继承沈家大半家产 而我父亲是沈家庶子 资质平平 只能靠沈家在朝中做了个虚职 父亲告诉我 二房一日不翻身 那便只能忍 二房何时才能翻身呢 父亲将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 可母亲生下我后 就在没有运过了 他以此为理由 切实一房一房地往房中呢 我与母亲在这神府之中 就更成了人人可以踩一脚的存在 后来沈清婉屡屡对我动手 刁难于我 我都不为所动 我沈习了父亲的生存法则 忍 忍到有出头之日的那一天 那一天并没有那么快到来 至少在沈清婉冲进我房中 打我巴掌的时候 我还是得忍 沈清婉消了气 我还得恭恭敬敬地将他送走 第二日 此事传进大伯父和大伯母耳中 大伯父将我父亲叫去 一番和颜悦色相待 又帮他在官场上进了一步 母亲也被大伯母请去 分得了些名贵首饰 父亲有些感慨 又带着一丝自己的处事之道 被认可的喜悦 对脸上顶着巴掌印的我道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为父已生至六品了 你再忍忍 很快就能出头了 要如何出头呢 他连升官都要用 女儿被打的代价来换 大伯父从指头缝里露出那么一点 他就感激涕零 要如何出头呢 母亲疼惜地看着我脸上的红肿 叹了口气 从房中取了药膏 抹在我脸上 冰凉的药膏触在肌肤上 疼痛缓解了些许 母亲指腹在我脸颊上打着圈 柔和的声音尽在咫尺 你父亲说得没错 再忍忍吧 莫要与你大结起冲突了 过几日 我看到他头戴大伯母分的首饰 与父亲的新同僚夫人们交际去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骤然觉得浑身发冷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下午雨一连绵 屋内很闷 我撑着油纸伞出去 在西侧花园东南角的亭子处亭下 我坐在亭中 看着栏外的一只绽开的白色牡丹 花瓣被狂躁的雨水打得散乱 不由地伸出手 想要将它归拢进去 可却适得其反 我松开手的一瞬间 花瓣几乎全部落下 只留下可怜的花托 借着雨声 忍了多时的泪水顺着我脸颊滑落 忍就要忍到极致 就连哭 也只能寻一处无人的亭子 这样才能快意地哭 泪眼朦胧间 一方帕子递到我面前 我顺着轻松如玉的手指看过去 眼角戴伤的顾衡不知何时出现在我眼前 一双黑色的眸子沉沉地看着我的脸 眸中满是愤怒 是我连累了你 他说 我会想办法的 我没接他的帕子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要让欺负他的人停手 都只有引来祖父这个办法 顾衡见我脸着眸子 依旧神伤 他沉默半赏 做了个我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抬起手 用温热却略微有些粗力的手指擦去我眼下的泪水 在我不可置信的眸光中 有些不熟练的安慰 别哭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尘光稀微中 雨停了 昨日午后大雨 一直下到夜里 变成熙熙丽丽的小雨 我失眠了一夜 早晨起来时 脑中想起的还是昨日故横不慎熟练的安慰 用完早膳后 前院传来消息 大小姐在花园中摔了 据说是踩到院里石子路上的一块石头 那石头沾了水 滑得很 大小姐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 前扑着地 还掉了磕牙 我知道后愣正住 骤然想起昨日顾横说的那番话 会是巧合吗? 若不是巧合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可会被人查出来 想到他身上 我忧心忡忡 我后来去问 顾横承认此事是他所为 他故意将那一片石头都涂了油 事后沈清婉身边的人都只顾着送他去看抚衣 自然没空去查验 待到想起来 一切痕迹都已处理干净了 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此事被定性为了意外 我身边的人打听到 沈清婉发了好大衣痛脾气 屋里的瓷器珍宝换了好几批 因为掉了门牙 他最近也不敢出来了 我与顾横算是扎扎实实 过了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沈清婉虽足不出户 可他在神府耳目众多 府中的奴仆都想巴结他 去他院里 房中做事 翠竹去他那儿 告发了我与顾横交往甚密 翠竹 是我之前身边的丫鬟 那日他帮着沈清婉敲门 冷眼看着我被沈清婉推入房中抽打 也未曾动作 第二日我便将他赶了出去 他有心对沈清婉讨好献媚 因此才在沈清婉来欺辱我时冷眼旁观 可沈清婉根本就不记得他是谁 我身边不需要这样的丫鬟 翠竹从我院子里出去后 被派去做了洒扫活计 又苦又累 他为了在沈清婉面前留下印象 转头将我与顾横交往甚密的时说出 更具体些的 他不知道 只知道我与顾横常常见面 沈清婉得之后 疑心起了那日祖父壮破沈云廷欺负顾横一事 并非巧合 他安排人让我无意中知道顾横受伤 又派人给顾横传我寻他有事的消息 到了地方 我二人面面相去 你伤在哪里 你寻我有何事 话一出口 我知道被人算计了 下一秒 沈清婉带着几个族中子弟 出现在门边 好你个沈清浅 居然与顾横在此优惠 我与顾横有私情 优惠被撞破的事 没传出沈家 但该知道的基本都知道了 高堂之上 祖父面色寒怒 祖母脸上满是厌恶 大伯父与大伯母坐于一侧 也是满脸厌烦 沈家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出了这样的丑事 当家人也跟着头痛 不仅不能传出去 还须紧紧瞒着消息 奴婢还在二小姐身边时 就知道了二小姐和顾公子的事 翠竹跪在堂下 奴婢还看到二小姐与顾公子常常书信来往 还送了顾公子一方帕子 上面绣了个浅字 她神情为难 正是因为奴婢发现了此事 二小姐才会将奴婢赶出去 奴婢不敢有丝毫欺瞒 大伯母闻言眉眼冷立 看过来的目光仿佛要将我吃了一般 小小年纪就做出如此丑事 若是传出去 影响的是整个沈家的名声 日后族中子弟如何娶到好人家的女儿 我的婉儿如何出嫁 沈清婉站在大伯母旁边 她戴着面纱 听到这话 还佯装伤心地抹了抹眼角 我跪在堂下 清晰地看到了她眸中一闪而过的得意 难为她如此大费周章 还找来之前在我身边的翠竹 为她作证 我面无表情 我为何将这丫鬟赶出去 旁人不知 难道大伯父和大伯母不知吗 身为奴婢 主资受欺食不说上前阻拦 反倒冷眼旁观 向着旁人 养条狗尚且知道忠心护主 这翠竹连畜生都不如 她的话 如何能信 我看到大伯父 略有些不自然的神情 这个家里 除了沈清婉 还有谁会欺负我 加上她之前 还因此事安抚过我父母 自然想起了沈清婉闯入我房中之事 二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奴婢是家生子 自然是一心向着沈家 事关沈家名声 奴婢不敢妄言 翠竹做委屈状 祖母冷冷盯着我 且不说这丫鬟说得是真是假 你与顾恒在同一房中被族中人撞见 此事总是真吧 我只起身子解释 是有人递来消息 说表哥寻我有事 将我引去的 大伯母眼中闪过一丝清朝 口口声声地有人 你倒是说出来是谁 自己做了丑事 还谎话连天 往旁人身上推 顾恒也道 我也是被人传了信 刚到地方 大小姐就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 身后还跟着些族中的子弟 似是早有准备 她将话说到这里 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友人是谁 沈清婉丝毫不慌 冷笑一声 我与族兄们正好碰上 偶然间看到表哥与妹妹鬼鬼祟祟 生怕他们做出什么有辱门眉的丑事 这才着急了些 倒是妹妹 你与表哥何时如此亲近 一个消息就能将你叫过去了 沈清婉露出些看好戏的神情 我掀起眼皮看向她 说起来 我与表哥确实有些兄妹情义 这都拜姐姐所赐 若不是姐姐与云亭弟弟常常欺负表哥 又将抚衣叫走 让表哥请不到大夫 她也不至于寻到我这处来看伤 妹妹是在给姐姐你收拾烂摊子 也是为了我们沈家 不然若是传出去 姐姐的名声 我欲言又止 怕是轮不到旁人来拖累 自己就给败坏完了 沈清婉听者冷了脸 顾恒也跟着道 确实如表妹所说 她会歇医术 好心替我看诊 我二人相见于亭中湖边 向来光明正大 从不避人 今日大小姐带着人来时 我二人也未避房门 如何能算是优惠 祖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清浅的医术确实不错 祖父发话 祖母不音不扬道 那这么说 今日之事是误会 这丫鬟说的书信和帕子 又是怎么回事 祖母身边的嬷嬷这时进来 在祖母耳边低于几句 还从袖中掏出了什么东西 祖母听完震怒 还说你二人不是私通 清浅房中搜出了一首情诗 拿了顾恒族学中的课业比对 笔记一般无二 顾恒的房里也搜出了帕子 你二人巧言吝啬 还想狡辩 说着 将一张纸与一方手帕甩到我面前 我父亲匆匆赶来时 就听到这么一句 怒从心起 抬手甩了我一个巴掌 我平日里就教你与外男私相授受 无谋苟合的 他怒气冲冲 又很快正了神色 朝着堂上的祖父祖母开口 父亲母亲 是我教女无方 才让这孽女做出如此丑事 要打要骂 都任凭父亲母亲发落 我盯着地上的手帕 脸上顶着巴掌印 一颗心渐渐下沉 沈清婉对着我得意挑眉 沈清婉做了个大局 人证 物证 他全都安排好了 任凭我将嘴皮子磨破 都难以翻身 何况连我父亲都不信我 做了如此丑事 去寺庙里做姑子去吧 老太太脸色沉沉 我父亲将这话听在耳中 如晴天霹雳一般 连忙跪下 母亲 清浅她是我唯一的孩子啊 是的 我是二房唯一的孩子 这么多年来 母亲除了我 没有别的孩子 父亲将妾是一个一个地抬进房里 至今也未有喜讯 正是如此 我才没让她直接去死 祖母眼中满是厌恶 绞了头发做姑子 和死有什么区别 对我父亲来说 没什么区别 可与我来说 至少活着 我正要张口硬下 一旁的顾衡便直起身子 极其端庄规矩地行了大礼 晚辈自知百口莫辩 愿娶清前表妹为妻 还望诸位长辈能答应 我侯间的话语卡住 侧谋 看向顾衡 对上的是她坚定又认真的眼神 与她那日在庭中 对我说会让沈清婉付出代价的眼神如出一辙 我从没想过嫁给顾衡 姑母是个难缠的角色 和沈清婉如出一辙 她又盼望着顾衡出头 日后估计会安排给顾衡娶哪家贵女 而不是我这样 父亲无事 只能在府中府小坐地 仰仗他人 必须生存的 我父亲听到她这么说 心放下了半截 也张口道 父亲母亲 事已至此 不若就让清浅和顾衡成亲吧 祖母冷哼一声 盈儿可未必乐意让她进门 沈盈是姑母的名字 姑母和大伯父义母同胞 对二房也是不假辞色 祖父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道 就让顾衡与清浅定亲吧 盈儿那边 我去说 这庄室就算这样处理了 祖母教训我道 既然如此 为出嫁的日子就安分守己一些 到底是做了丑事 就去祠堂抄上百变家训吧 百变家训 怕是将手抄断了 也抄不完 父亲心知这是最好的结果 转头对着我挤眉弄眼 我鼻头一酸 磕头道 孙女知晓 大伯父对着顾衡和颜悦色道 既如此 日后便是沈家女婿了 顾衡到底姓顾 还不是姑母所出 姑母往族学中塞与沈家毫无血缘关系的顾衡 为的是顾家 早就引起了族中之人的不满 如今她若是成了沈家女婿 对族中不满的声音也有了交代 堂上的人散去 沈清婉离开前 还不忘嘲讽我 树涅配树涅天生一对 她大费周章 将我与顾衡凑在一起 竟是这样的理由 在沈清婉眼里 我与顾衡都是她掌控下卑贱的玩意儿 她将我二人凑在一起 不过为了有趣罢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将指甲死死掐进肉里 顾衡发现我手指上被指甲深深掐出的痕迹 叹了口气 在宽大的衣袍的遮掩下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 定亲一事 要等到急击之后方能推行 我还差一年急击 姑母知晓此事后 马不停蹄地杀到了沈家 不容智慧地与我父亲说 要让我作妾 我父亲难得硬气一回 沈家的女儿网族谱上属时代都没有作妾的 你要让清浅作妾 去与父亲与大哥说 看他们答不答应 在父亲这碰了臂 姑母又跑到我这头来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我送顾衡来沈家 是让她来学习的 你个数字生的下贱胚子 竟敢勾引顾衡 若是她不中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要嫁到顾家来 可要想清楚了 我可不会让你好过 姑母放下狠话 转头离开 如今还在沈家 我也还未入沈家的门 她最多骂我两句 可我知道 若是入了沈家的门便不同了 恶婆婆搓磨媳妇的故事 流传了这么多年 我也听过一二 还有一年时间 我是害怕的 可想到顾衡笨拙地擦去我眼角泪水的声色模样 想到她在膛上坚定的眼神 和握住我手时的那一抹温热 突然觉得 嫁给她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我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不然就要被送去做姑子了 渐渐地 我完全接受了 顾衡是我未来丈夫的这个事实 她白日里在学堂读书 我偶尔会送些吃食过去 沈家族人也知道了 顾衡是我未来的夫婿 没人再对她动粗 可她也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存在 在沈青晚的事意下 我与顾衡成了沈家子弟眼中的异类 直到短短两年半内 顾衡科考 中了秀才 又中了举人 皆是榜首 沈家看到了顾衡身上的潜力 对她重视起来 顾衡虽无沈家血脉 但毕竟是既在姑母名下 又与我有亲事在身 已然是半个沈家人 日后入朝 也是能当作自己人培养的 顾衡被重视 族中子弟也不敢再对她横眉冷束 不过顾衡也并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个冬日 我就要急急了 急急过后 互换钢铁 正是定亲 明年开春 顾衡又要去参加会试 我父亲眼看着顾衡越来越出息 生怕他反悔 每日在我耳边念叨着 要赶紧将这事定下来 沈青晚的吉吉礼秋日就过了 办得极为盛大 我父亲母亲 看着也想如此 便去求了祖父 祖父动用人脉 请来了德高望重的告命夫人 为我行簪礼 祖母也送来了天装的衣裳首饰 沈家女儿的吉吉礼 面上是绝不能差了的 吉吉礼前一天 顾衡与我在亭中见面 送了我一根极为漂亮的白玉簪子 白玉簪子放在木盒之中 似乎散发着盈盈幽光 我欲抬手将它拿在手中 眼神一瞥 看到了顾衡手上隐藏在木盒之后的一道伤口 你的手怎么了? 吴氏 不小心弄伤的 他说得轻描淡写 我皱了皱眉 合上木盒盖子 隔着衣袖捏住他的手腕 将他刻意隐藏在衣袖中的大手露了出来 上面有几道肾血的伤口 但伤口细小 一看就是被什么力气划到了 我面色凝重 怎么回事? 是我太笨了 顾衡有些无奈 我找了玉雕师傅 想学着亲手做一枚玉簪送给你 可我做得不好 还是买来的好看 亲手做的 我朝他伸出手 让我看看你做的 并不好看 让我看看嘛 顾衡犹豫半赏 最后还是将东西从袖中掏了出来 我伸手接过 端详起来 其实并不难看 仔细瞧 还是能看出几分簪子的模样 只是手艺生疏 雕刻出的花样很不自然 我将木盒打开 把这一枚簪子也放了进去 两个我都要了 我的吉吉礼办得还算盛大 虽然和沈清婉的不能比 我却也满意了 年后 沈家和顾家开始商议起定亲之事 与此同时 沈清婉与安阳侯世子也打得火热 两人的婚事也在推进当中 沈清婉家世显赫 又即将与安阳侯世子结亲 在贵女圈中如鱼得水 马球会 诗会 赏花会 数不清的帖子流水一样地发来沈家 沈清婉挑了几家去了 没成想 这一去就去出了问题 马球会上意外发生 沈清婉从马上跌了下来 昏迷不醒 沈家低迷了几天 府中人笑时都得压着声音 生怕惹了大伯父和大伯母不痛快 作为二房的人 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随父亲母亲去看了在病床上握着 闭目不醒的沈清婉 我近日抄了些佛经 为大姐姐祈福 希望她能早日醒来 我看着床上的沈清婉 半是息息 半是叹息道 大伯母听在耳中 抬起手擦了擦眼角的泪 难为你有心 才怪 我巴布得她早点死 可惜天不遂人愿 两日后 沈清婉醒来 她醒来后 第一件事 就闹着要与顾衡定亲 沈父和沈母都觉得 她是不是脑子摔出了问题 你胡说什么 顾衡现在正与清潜一亲 谁不知道那是清潜未来的夫婿 何况你已经与安阳侯世子定亲了 沈清婉相当固执 既然是一亲 那不是还没定亲吗 我要与安阳侯世子退亲 与顾衡定亲 实在不行 把安阳侯世子的亲事给她 把顾衡换给我 我看你当真是失心疯了 沈父勃然大怒 实在不懂敌女发了什么疯 下令禁足她三月 让她好好养伤 而后拂袖离开 我就是要和顾衡成亲 沈母也不可置信地对女儿道 你不是最厌恶顾衡了 如今这又是怎么了 儿啊 别是从马上摔下来 将你的脑子摔坏了吧 娘 沈青婉握住沈母的双手 眼中满是势在必得 你相信我 顾衡日后会有出息的 我要嫁给她 沈母听了只觉得好笑 再有出息 能与安阳侯府相比吗? 官做得再大 没有爵位成席 又能如何? 不止 沈青婉摇摇头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当中 莫说是爵位 反正 她要嫁给顾衡 这消息传入我耳朵里 我自然也觉得沈青婉疯了 我与顾衡这桩事 不正是沈青婉一手促成的吗? 如今就算看顾衡有入室大财 也不用如此风魔 连自己做过什么好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我摇摇头 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 沈青婉是真疯了 姑父带人来送聘礼时 她竟拦在二房院子的门口 姑父 我想与您商量一事 她笑意盈盈 二房示弱 若是您要给顾衡选妻子 不若选我吧 我父亲从院内匆匆赶来 刚出来就听到如此无耻的话语 差点就气个阳倒 也不顾长辈的体面了 抬手就把沈青婉推到一边 险些让她从台阶上滚下去 沈青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父亲 渐渐红了眼睛 有其父必有棋子 沈青浅在我八岁时就想推我下湖 将我淹死 如今她父亲也是这样 顾家来提亲 被沈青婉拦在门外 顾衡父亲不解之余 心下又多了几分算计 顾家原本已日渐没落了 原本顾衡父亲能与沈家结亲 就是因着皮囊好 将沈家嫡女迷住了 这才让姑母下嫁 沈家千金嫁过来做主母 支撑起顾家门楣 不知带来了多少资源 将里里外外都操持得不错 顾家也隐隐约约有上升的势头 就等着顾衡入室 一飞冲天 顾衡与沈家没什么势力的二房结亲 早先她原本也是不怨的 可这是沈家的女儿 不是她能轻易推脱的 如今连沈家大房的嫡女都出言要嫁给顾衡 她自然是有些动心 可思索半晌 又反应过来 沈青婉已经与安阳侯府世子定亲了 顾家姑父一蹦三尺高 在沈青婉的靠近中猛地退后一步 她脸色凝重 沈小姐 你可莫要玩笑 你已经与安阳侯世子定亲了 勿要做出红杏出墙一事 我父亲也对顾家辜负到 我这侄女前些日子从马上摔下来 神志有些不清 不用管她 亲家 我们继续谈 她在大伯父和大伯母面前 扶小坐低 可对小辈没必要如此 何况这事 天王老资来了都是沈青婉的问题 沈青婉见两人忽视她 气红了眼 我可以退婚 姑父 你可想清楚了 我父亲是当朝尚书 沈青浅不过是二房数孽的种 顾恒娶了我 前途不可限量 顾家姑父一开始还有几分动摇 现在看着沈青婉确实像是摔坏了脑子的样子 连连摆手 她可不敢要这样的儿媳妇 红杏出墙不说 感觉还疯疯癫癫的 最后还是大伯父与大伯母急匆匆赶来 当众给了沈青婉一个巴掌 将她拉走了 送走顾家姑父 被红丝绸包装好的聘礼全数放在院中 我照着聘礼单子一一核对过去 转头就看到父亲一脸阴沉 下午 祖父和祖母住的慈安堂就传来阵阵哭声 我父亲一个将近不惑之年的大男人 跪在祖父祖母面前 捂着脸泣不成声 父亲母亲 我好歹是在外头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家里被小辈指着鼻子骂树孽 还当着亲家的面 不若就分家吧 给我留些颜面 祖父祖母听了一惊 身边的人一说 这才知道了沈青婉在二房门前闹的那一桩事 祖父大怒 将大房的人都叫了过来 对着大伯父大伯母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你们是怎么教养孩子的 之前云婷欺辱顾横 满口的乌言晦语 如今青婉更是不像话 居然对着叔叔大放厥词 乱了伦理刚长 他看向沈青婉 指着他骂道 深有婚约 还在顾家人面前胡言乱语 若是传出去 沈家的名声都被败坏完了 沈青婉有些不服气地别嘴 祖母在一旁放下茶杯 面色有些不自然 行了 大哥别说二哥 别忘了清浅和顾横的这桩亲事是怎么来的 我站在父亲身侧 郑宇说话 沈青婉却抢先一步 当年是我故意设计 顾横与沈青浅之间 什么都没有 慈安堂内众人都傻了眼 就连祖母都失手打翻了茶杯 大房被训斥一顿 以沈青婉罚贵于祠堂 抄二十遍女戒收尾 为了安抚二房 祖父又让大伯母给我多添了几箱的嫁妆 大伯母掌管宫中 府内子女的婚事 置办聘礼 嫁妆 都要从她这里过手 祖父不容置会道 青婉出嫁有多少嫁妆 清钱也要有多少 都是沈家女儿 总不能厚此薄彼 大伯母的表情有一刹那的失控 笑容都僵硬了 爹 青婉嫁的可是侯府 侯府 祖父冷笑道 你们看青婉如今的样子 嫁到侯府 也会闹得家宅不宁 给沈家丢脸 再说 今日沈青婉大闹于二房门前 他知道得太迟了 顾家的当家人自然不会乱说 可抬聘礼的人呢 见证的没人呢 如今只能后面跟着风口 祖父看到这一大家子气都不顺 挥挥手 让我们离开了 离开慈安堂 沈青婉追着跟上我 沈青浅 你自愿退婚吧 他依旧高傲 从小到大 你什么时候从我手里抢到过东西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又对顾恒执着起来 又为他的自作多情感到好笑 你凭什么认为顾恒会愿意 你对他做过什么 要我提醒你吗 沈青婉的脸色又阴沉下来 而后似乎又想到什么 他扬起一抹笑 你凭什么认为他不会愿意 我父亲可是尚书 一个庶子 背后没有得力的家族之称 有县城的高知 为什么不怕 沈青浅 你也很害怕吧 怕顾恒不要你 又下雨了 我坐在窗边 抬手去接冰凉的雨水 我就说这顾恒 若是不早些下手 一定会招人惦记 如今就连沈青婉也这样 他可是已经和安阳侯世子定亲了 父亲在我耳边叙叙叨叨 耳边又浮现起那日沈青婉对我说的话 沈青浅 你也很害怕吧 怕顾恒不要你 顾恒会不要我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姑母是一定会动心的 父亲叹了口气 为父虽这些年一直藏桌 但也不能叫你的亲事 也被人抢了去 你且瞧着吧 我不会让沈青婉好过的 藏桌 我沉默了 我父亲哪里有东西可藏 过几日 我便知道了 父亲说的要如何不让沈青婉好过 那日沈青婉堵二房门的事情 到底还是传出了沈家 我祖父和大伯父到处塞钱疯人的口 死命捂着 但架不住我父亲刻意往外漏风 他还特意找了酒楼里的说书先生 将此事说得惠声惠色 不出几日时间 沈家大小姐有婚约在身 还想红杏出墙 扬言要嫁给自己准妹夫的消息 传遍了大街小巷 安阳侯府世子怒了 派人调查过后 得知此事属实 即刻就杀到沈家退了婚 安阳侯世子不退婚还好 一退婚 原本半真半假的消息就变成了真的 沈家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大伯父与大伯母在各自的圈子里都抬不起头 沈家没查出此事背后有我父亲的手笔 毕竟当时还有许多顾府的人在 人多眼杂 一个风口没读好也是有的 我偶然在房外听见父亲对母亲道 我就清浅这么一个女儿 已经有了着落 沈家的名声 那是大哥大嫂该操心的事 我爹对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这话嗤之以敌 荣都没分到二房头上 损自然也不该我们操心 按照礼法 我与顾衡成婚之前 不能见面 何况顾衡近日在准备会事 外头这些风言风语 不能乱了他的心神 可礼法是一方面 人之常情 又是另一方面 他上考场 我作为未婚妻 不能不由所表示 我做了一对护膝送到了顾家 还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信送过去几天 直到顾衡应试那天 我都没收到回信 不知为何 我心中骤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事实证明 我的预感没错 顾衡在考场中待了九日 一直到出来后半个月 我都未收到他任何信息 我在房中绣着红色的嫁衣 在红色的锦衣上用金线绣着成双成对的鸳鸯 嬷嬷说了 新娘子要亲自绣嫁衣上的花样 日后同夫君才能间谍情深 比翼齐飞 我天生守不灵活 不爱针线 但我尽量学着绣 十个指头扎破了七个 勉强将整个流程顺了下来 才敢上手绣嫁衣 再次听到顾家的消息时 我正像往日一样绣着嫁衣 我的贴身丫鬟走到我面前 神情有些不忍 姑娘 顾家老爷 上门退婚了 我愣住 绣着嫁衣的手一顿 手指被针刺出血珠 我也像是感觉不到似的 正正地看着它 怎么会退婚呢 我父亲下了一步臭棋 沈青晚被安阳侯府退婚 名声毁了 安阳侯府是什么样的存在 当今圣上子嗣不丰 唯一的皇子缠绵病塌 时日无多 无数大臣上折子请封圣上弟弟湘王为皇太帝 以安阳侯府为首 都是湘王的忠实护佣者 眼看着皇位就要后继无人 无数人压保湘王 安阳侯隐隐约约有其中为首的意思 沈青晚被安阳侯世子退婚 得罪了安阳侯府 下半辈子算是毁了 大伯父与大伯母疼爱女儿 自然不忍她无人可依 便真的将主意打到了顾恒身上 天生能为顾恒做主的人又是顾家姑母 她向来喜爱沈青晚 不喜与我 两边一拍即合 顾家姑父考虑良久 还是上门退了顾恒与我的婚事 顾家姑父满脸歉意 对着我父亲道 爱 也是两家孩子没有缘分 我父亲沉默着一言不发 眼里是沉沉的怒意 我坐在堂下 只觉得浑身发冷 姑父 好半天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艰难又晦涩地道 此事是顾恒同意的吗 姑父一愣 看着我的眼里多了些什么 沉沉呼出一口气 点了点头 是 她还让我将此物给你送过来 身边的小丝将盒子送上 打开盒盖 里面装着一副护膝 正是我在她烤前 为她送去的那一对 我努力向上看 撑着眼皮 不让眼中的泪水落下来 送走顾家姑父 我父亲一掌拍在桌子上 咬牙切齿道 本以为你大伯父是体面人 如今连脸面都不顾了 厚颜无耻 我沉默着看着那对护膝 让贴身丫鬟将东西收起来 父亲看到 大鹤医生 还收着干什么 拿去烧了 我重重呼出一口气 转头红遮眼 沉默地盯着她 直到把她盯得别过脸去 我道 您现在去找祖父哭吧 没准又能捞得个一官半职 她听了 倒真像是找到什么启发式的 蹭得坐了起来 你说的是 大哥大嫂如此无耻 我得找你祖父做主 这回哭也没用了 毕竟婚都退了 大伯父又是整个沈家的当家人 祖父除了能训斥她两句 还能如何呢 果然没多久 我父亲又在大伯父的运作下 连跳两阶 成了正无品的金官 收到消息后 我想笑 却连提起嘴角的力气都没有 梳妆台中 我将那两只玉簪 同着护膝 放在了一处 两只玉簪 一只她买的 一只她送的 父亲虽在此事中下了不臭旗 但我知道 即使没有我父亲 安阳侯福与沈家的婚事也是要退的 沈清婉并不蠢 也不自作多情 她只是有底气 有底气 我能带去的价值不如她 是啊 我一开始就知道 顾恒是和我一样 同被欺辱过的人 给她一点机会 她就会拼命地拽住 而后往上爬 这世上的婚姻 大多是资源互换罢了 我突然对沈家这宅院感到深深的厌倦 顾恒与我退婚 又要与沈清婉成婚 我与沈清婉又是堂姐妹 这关系太近了 日后她二人成亲 徒增尴尬与笑料 我对父亲母亲说 想回松府老家一段时间 父亲沉思一会儿 去请示了祖父祖母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松了口 让你母亲捅你一道去吧 刚好 你有个足兄母亲病重 也要回松府老家 一起去 路上也安全些 我点点头 开始打包收拾行囊 决定于半月后启程 十日之后 会是放榜 族中有不少人参与 走到何处都有这放榜的消息 顾恒又是榜首 冠以会员之名 她如今就要成为大伯父的女婿 满府都是她的好消息 丫鬟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替我愤愤不平 原本是您的姑爷 我摇摇头 继续沉默地收拾起东西来 丫鬟指住话头 看到那昨日那被我放在桌上的木盒 问道 姑娘 这盒子 放到杂物间吧 就不带了 沈清婉春风得意 特意跑到我门前来炫耀 你说你何必呢 我早说 让你主动退婚 你不听 结果顾家先上门 倒让自己成了弃腹 沈清婉漫不经心地看着 青葱食指上的单扣 我已与顾衡交换耕铁了 下次你见顾衡 记得叫姐夫 他大抵还以为我会与从前一样 沉默地任由他嘲讽 我将手间的东西放下 缓缓朝他走去 怎么 沈清婉上下打量着我 我抬手抓住他的领子 狠狠朝他脸上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扇得我手心发麻 空气寂静了一瞬 沈清婉脸上顶着巴掌印 眸中出现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半是狠利 半是诧异地说 沈清浅 你敢打我 我并未回他 对着门口的丫鬟道 琥珀 关门 琥珀快速地从内里关上了门 用门栓将门关得严严实实 沈清婉为了方便嘲讽我 让丫鬟守在了门外 他们听到巴掌声 还没来得及反应 身侧的门就关住了 他们慌了 拍着门大声道 二小姐 你要对大小姐做什么 从前我不还手 不代表我没有还手的能力 眼下我被人退婚 离开神府 或许未来就要绞了头发做姑子 我还怕什么 烂命一条 大不了死了完事 我让琥珀按住沈清婉 捏着她的下颌 一巴掌一巴掌地扇在她脸上 我第一次知道 扇人巴掌 原来这么痛快 难怪沈清婉 从前总爱对我如此 沈清婉依旧高傲 顶着一张红肿的脸 一双眼睛瞪着我 沈清婉 你完了 我掐着她的脖子 冷着脸 姐姐 我都要走了 你还不依不饶 怪就怪你 非要来我这里犯贱 沈清婉嘴角流出了血 神情阴质 沈清浅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你今日嚣张 出了这门 你有十条命都不够赔的 我冷笑一声 那就让我打个够本 我打沈清婉的事情 在沈府闹得沸沸扬扬 沈清婉前一阵风刚下去没多久 又出了这桩子事 慈安堂内大房二房的人又聚在一起 气氛冷宁 祖母和大伯母都冷冷地看着 我跪在下方 就连祖父也面色不渝 一副我给他添麻烦了的样子 祖母审判我时 向来是不留余力的 手足相残 犯了家法 先带下去打上石棍吧 我父亲一听慌了神 连忙跪下 母亲 清浅他一介女流 如何能受得了这石棍呢 大伯母面色铁青 那我的清婉就受得了被他打吗 脸都肿了 父亲 我父亲又求助似的看向祖父 祖父叹了口气 沉沉地看向我 你不是已经要离府了吗 线下闹出这样的事 又是为了什么 沉家最近已经够在风口浪尖上了 让他颇为心烦 祖父年纪大了 最是想看到家人一片和睦的模样 可偏偏是与愿违 我语气平淡 若是祖父查过 就知道是大姐先来我面前犯件 你 大伯母忍不住要站起身 清浅慎言 我父亲呵斥我道 他总是这样 在房中做个慈父 到了祖父祖母面前 就又将枪口对准了我 我说错了什么 我毫不避讳地跪直身体 抬头迎上祖父复杂的眼神 做了抢人夫婿这种厚颜无耻的事情 不说该夹着尾巴在房中安心待着 还来我面前嘲讽 大姐如此小人行径 哪家有了这样的女儿 出了这样的丑事 不是藏着掖着 也就大伯父和大伯母心胸宽广 难怪能教养出大姐这样的女儿 你 大伯母被这话气得失态 朝我冲过来 我撕了你的嘴 我母亲连忙将她拦住 一边道 大嫂 清浅受了刺激 她也是无心之失啊 我眼中依旧嘲讽 十三岁时 大姐闯入我房中 打了我十七个巴掌 设计我与顾恒私通 将我二人凑在一起 如今又不知犯了什么病 抢了我的夫婿 我不过是回敬她几个巴掌 很过分吗? 祖母气歪了脸 饶是如此 你也不该打你大姐 孝涕知道 都学到了何处 我是不该打她 我眼睫遮住牟底的冷然 我应该直接杀了她 她把我下半辈子都毁了 大伯父看我如此桀骜不驯 做出一副失望之态 清浅 你何时成了这副样子? 我记得你从前很是乖巧 再乖巧也是从前了 大伯父何必如此惺惺作态 如果不是你在背后替大姐撑腰 她会如此嚣张跋扈 你纵容她欺辱我 抢我夫婿 回头又给我父亲升官 自以为能作为补偿 那我呢? 我的一生呢? 你能赔给我一个连中三元的夫君吗? 满堂寂静 我父亲跪着 回头给我使眼色 清浅 别说了 最自私的便是大伯父你与大伯母 你的女儿坏了明节 被人退婚 便要将我的夫婿抢去 让我也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继续道 我此番离开沈家 估计再也不会回来 寻常人家的女儿遇到亲事被劫 父兄尚可上门出头 做这个沈家女儿 我只能自己出一口 这心头恶气 还要被人责问 若是祖父祖母要请家法 我总归是承受不住 都是一死 倒不如我自己吊死在沈家门前 说完 我站起身来 转头就跑出了慈安堂 向府门前跑去 祖母目自欲猎 快拦住她 祖父也站了起来 眸中满是震惊 疯了 都疯了 向来体面尊贵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看着我跑出去 甚至忘了生气 惊得下巴都掉了 我在快冲到府门前的时候 被一群丫鬟拦了下来 二小姐 您不能这样 我推开他们 立刻道 闪开 我自然 不是存心要寻死 只是今日打了沈青晚 总要将此事收尾才行 可我没想到 今日顾恒会来 马车停在沈家门前 一袭月牙白袍的顾恒从中出来 进了府 事发突然 门房的消息慢 便将人请了进来 他一进府 就看到一群丫鬟似乎要拦下朝府外去的我 微微皱了皱眉 偏头问门房发生了何事 是否不方便 门房也不知道 看到这阵势 也意识到了什么 陪笑道 顾公子 您要不改日再来吧 顾恒淡淡点头 视线在我身上一扫而过 转头便欲要离开 我看着他毫无留恋的背影 心中一阵酸楚 我父亲和沈家其他人很快追了上来 我父亲一见我就流了泪 跌跌撞撞地跪到紧随其后的祖父面前 父亲母亲 要是清浅没了 我也不活了呀 我和清浅一起 吊死在沈家门口 我看到顾恒离开的脚步一顿 母亲也用手帕擦肋 夫君和孩子都要死了 儿媳活着也没意思了 只能一起跟着去了 一家三口 总归是在下面团聚了 够了 你们这寻死觅活的 要做什么 祖母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地面 家法就算了 清浅回去抄五遍弟子归 祖父也跟着道 清浅 你莫要想不开 世上男子千千万 祖父这就寻人去给你说亲事 保证比顾恒好 真要让府中女儿吊死在沈家门前 沈家这官也做到头了 门口的顾恒听到这里 威民嘴唇 脉步转身离开 我泄了力道 心也像是被扎了个大窟窿似的 任由丫鬟将我扶入房中 我想过顾恒是被迫的 她是记在姑母名下的数字 生母在后宅之中 若是姑母以她生母的性命做威胁 逼她退婚令去 她身为人子 不照做则是罔顾人伦 可我没想到顾恒会如此殷切地动身来沈家找沈清婉 往日里我二人订婚之时 她忙着备考会试 饶事有休息日 也未来找过我 她是自愿的 为了大伯父能给她的仕途铺路 还是真的爱上了沈清婉 我软着身体瘫在床上 抬手捂住脸 遮掩住了泪眼朦胧 她怎么能爱上沈清婉 那是自幼便欺辱我 也欺辱过她的人 五日后 母亲陪着我 与足兄一起踏上了回松府老家的路 背了三辆马车回松府老家 马车在府门前串成一排 除此之外 后面还紧跟着一辆沈清婉的专用马车 她今日要去参加雅籍诗会 沈清婉一袭汗淡色衣裙 粉面玉塞 端地是人笔花椒 食指上的红色单扣 笔血都要红 今日蓬莱阁诗会 原本我是推了的 可顾恒传信 非要让我过去 她正在同贴身丫鬟说话 半是抱怨 又带这些小女儿家的娇俏 壮似不经意的话语传过来 母亲有些担忧地看向我 诗会上不少铜窗 想来姑爷已经迫不及待要将您介绍给他们了 这是翠竹的声音 她做了我与顾恒私通的人证 得了沈清婉的宠信 已经被提到她身边做大丫鬟了 清浅 母亲想说些什么 我挤出一抹笑 走吧 离府之日特意挑了父亲修墓的时候 她在府门前相送 压低声音对我道 清浅 还记得父亲与你说的吗 此番离开 只是暂避锋芒 你莫要自暴自弃 在松府老家家人更是万万不可 为父会想办法 父亲 我看向他 表情淡淡 算了吧 您好好保重身体 莫要想那么多了 我父亲叹了口气 也点点头 好 车队启程 我与母亲同乘一辆马车 我掀开帘子 看着外面的景色不断后退 离开神府的地界 心头不由地感到一阵轻松 细细想来 在京城 在神府这么多年 很少有时候是过得快活的 曾经我伤心时 顾恒会安慰我 笨拙地用手擦去我眼下的泪珠 与顾恒定亲后的每个上缘节 他都会送我一盏亲手制的兔子花灯 第一年做得不甚熟练 但第二年已经有模有样了 我将他送的东西一起放在杂物间 没有刻意销毁 或许哪一日顺应天意 杂物间会突然起火 将这些东西一起焚烧掩盖 母亲看我黯然神伤 劝我道 清浅 想开些 你瞧你这半月 瘦了快一圈了 母亲 我突然唤他 视线依旧落在马车外的街道上 十年了 父亲依旧无子 您想开了吗 我放下马车帘子 转头迎上他震惊 又颇有些不自然的神色 我跟着母亲学医 也有六年了 母亲为祖父做的药膳 我父亲也常常用着 她是女医 自然明白哪些食材组合在一起 能达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母亲甚至不用刻意下药 常常做些药膳让父亲吃下 长此以往 父亲便不易让女子有孕 辅医去查 也只能查到些自然导致的原因 你知道了 母亲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母亲这都是为了你 她冰凉地手握上我的 若你不是你父亲唯一的孩子 若是你父亲有树子 早在当初和顾恒那庄氏被发现时 你父亲就会为了保全树地入室的名声 牺牲你 敌女又如何? 男子能入室 饶是树子 一样是家族中培养的对象 敌女在世正事所出 也是被指望着高价王公贵族 拉拔家族罢了 何况当时我与顾恒的是被发现 她还是没有功名的一介白身 我是绞了头发做姑子 还是与顾恒定亲 全凭我父亲怎么想 我不由地浑身发冷 将手抽了出来 何况你父亲一房一房的妾室往房中呢 母亲也心寒呢 母亲叹了口气 若你是个男子 我沉默着合上眼 马车一路出了城门 过了城门守卫 没走多久 又停了下来 我母亲皱了皱眉 掀开前面的帘子 发生了核事 车夫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夫人有一位公子拦路 我母亲放下帘子 神情有些古怪 是顾恒 她说有话同你说 我与她无话可说 我别过脸 绕路吧 她不是要同沈清婉去施会吗 今日竟还出现在城外 倒真是能一心二用 马车又动起来 似乎是转了方向 颠簸了一阵后 又平稳下来 亲前表妹 我听到声音 缓缓睁开眼 抬手掀开帘子 顾恒竟又追了上来 骑着马跟在马车一侧 姐夫想说什么 顾恒一双凤眼盯着我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出声 没什么可说的就回去吧 我压下眼底的鸡巢 姐姐还在施会上等你呢 电视前夕 旁的共事都在紧赶慢赶地准备 她倒是悠闲 有空陪未婚妻参加雅籍师会 不过也是 电视人人都有名次 最差也就是个同进士出身 排名决定不了什么 哪有同沈清婉培养感情来的重要 那呼吸 烧了 我冷冷地回应 而后放下帘子 让前面的车夫加快速度 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又何必摇摆不定 果然 她这次没再追上来 山高水远 回松府老家 足足花了近一月的时间 松府老家被修缮过 有管家打理 常年没人住 我母亲一来就成了主理人 也无人寻我的不痛快 日子过得很是舒心 我让人在住的院子里开荒 做成药谱 种些草药 再卖到回春堂中 有时让琥珀去 有时自己出去 反正在这里 无人认识我 日子过得平静悠然 让我萌生了一种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的想法 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可能 于是我很是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安宁日子 在松府老家 已经住了一月半了 转眼便到了下时 太阳正大时 我在院中摆弄着草药 琥珀说着从外边得来的消息 姑娘 咱们旁边那宅子也住进来了人 正往里搬东西呢 我随口问道 是冯家 我记得边上那是冯家的宅子 也是常年没人住 貌似不是 隔壁管家说 冯家将宅子卖出去了 我应了声 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没过几日 隔壁的宅子里来了人 说是来给新邻居送礼 母亲不在府中 李用一个木盒子装着 送到了我这里来 对方先送礼 身为邻居 自然也要有来有往 虽然不知何时就会离开 我还是让琥珀去库房挑捡了几样东西 到时有母亲回来 看过 再行回礼 忙完手头上的时 我才想起来要看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伸手打开木盒 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 木盒内装的是一根簪子 一根白玉簪 我这才注意到 这木盒的大小 材质 都与我及基前顾恒送的别无二致 就连这枚簪子也是一样 不是巧合 我将这只簪子拿起 微微皱起眉 顾恒究竟想做什么 眼下估计与沈清婉在京中打得火热 又将这东西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松府 莫非是想效仿鹅黄女婴 我实在不懂她的心思 我将簪子放进去 让刚从库房挑东西来的琥珀 将这东西送回 隔壁这家 日后不必来往 送什么东西 原路送回就是 琥珀有些惊讶 但还是捧起木盒硬下 向门外走去时 与洒嫂的丫鬟撞到一处 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 我转头看过去 木盒已经骤然摔落在地 那洒嫂的丫鬟连忙跪下 琥珀也迅速将那木盒拾起 有些慌乱地打开盖子 检查里面的东西 姑娘 簪子碎了 琥珀一脸懊恼 使奴婢笨手笨脚 我将洒嫂的丫鬟挥退 无事 那便将东西留下 另寻回礼吧 姑娘 琥珀盯着这木盒中碎裂的簪子 有些不确定道 这盒子下 有隔板挡着 似乎还有东西 琥珀捧着木盒递到我面前 您看看 他说得没错 隔板之下 还有一封信 我将信封拿出 上面赫然写着无碍清浅清奇 我挥退琥珀 脑子里闪过千万个念头 在打开信看到内容的一瞬间 骤然愣着 沈青丸死了 不 或者说是在众人的眼中死了 信足足写了三页 我一行一行看下去 越看越是心惊肉跳 顾恒的信中 说他在那日最新湖边举办的雅籍诗会上落水 当众被几个小厮从湖中救出 衣衫湿透 出了大丑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名声 已经烂到了极点 此事是他设计的 可饶是如此 姑父姑母也未退婚 于是他又生遗迹 城中风言风语 沈青丸未必封头去寺庙暂住 顺带为未婚夫祈福 结果被山匪掳走 至今都未归家 在沈家人眼中 他已经失踪了一月 沈家已经预备向外界宣布 沈青丸因疾病横死 只是还未寻到合适的时机 当初母亲以我生母的性命相逼 是以不得不暂缓你我的婚事 非我所愿 让你伤心 是我的过错 送回的护膝之内藏了信件 许事并不明显 才未让你看见 若是我寻个旁的方式告知 你是否便不会伤心 我已至松府 购置冯家宅邸 求沈青丸于此 愿父亲请罪 盼与亲相见 放下纸张 我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顾衡是不是疯了 他居然囚禁了沈青丸 大伯父是当朝尚书 若是被他查出来 他囚禁尚书府千金 想到这里 我在房中的火盆点燃了火折子 将信全树烧掉 镇定下来 我打开房门叫了《琥珀》 《琥珀》 你方才去库房挑的回礼呢? 打包起来 我亲自送去隔壁 来到昔日的冯府门前 我被门房请到了厅堂 刚入厅堂 就看到顾衡一袭黑袍 坐于主位 垂头妈撒着一块玉佩 似是已经等候许久 听到动静 他缓缓抬起头 漆黑的凤眸中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起身朝我走了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 将手中用盒子包裹好的摆件 放在桌上 还礼 郑玉收回手之际 他带着些薄茧的手抚上我的手背 带来丝丝灼热的痒 清浅 你想做什么? 我抽回手打断他 直视他的眼 如今电视已过 你不去做你的官 跑到松府来做什么? 你还囚禁沈青晚 若是大伯父查出来 你的前途不想要了吗? 不想要了 他在我震惊的眼神中 抬手将我圈进怀里 手心的炙热透过布料传过来 下巴抵在我肩头上 顾横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脖梗间 我原本想着 电视前将沈青晚解决 届时我外放做官 娶你为妻 再将我娘接过去 我能感觉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娘生了重病 母亲已给她看诊为由 想要拿捏我的婚事 我退婚后 她才肯给我娘请大夫 可我娘 没撑过去 电视后两日 她就去了 我静静听着 没有动作 我办了我娘的丧事 她去世后 按朝中律令 我须丁忧三年 暂缓为官 她附在我腰间的手越收越紧 似乎笑了笑 入朝在即 父亲母亲原本不愿我丁忧 说我是记在母亲名下 已然是嫡子 不必为庶母丁忧 可母亲竟在这个时候 查出怀孕了 她做了胎梦 说一定是个男胎 便将我又化出去了 短短俩月 京城竟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消化着她说的信息 道 你哪怕兵忧 也该回到园级 来松腐作甚 我来找我的妻子 她说话间 额头抵着我的 估在我腰间的手 收得愈发紧了 我们已经退婚了 我陈述事实道 你将审清晚求 顾恒低头稳住我的嘴唇 突如其来的亲吻 让我措手不及 我下意识伸手去推 手却被她攥住 拉过至于她腰上 呼吸交缠 她唇半温热 让人忍不住沉沦 我偏过头躲开 放开 我再和你说正事 我们的事不算正事吗? 顾恒抱着我 声音低沉 我知道是我伤了你的心 你可以打我 骂我 但别不要我 好吗? 我冷静下来 抬手推开她 顾恒 我们都是被旁人推着走 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人 谁能保证 未来这种事情 不会再次发生 顾恒眼中闪过一抹黯然 我听到自己说 既然沈清晚在你手上 直接将她杀了吧 莫要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患 你不去见见她吗? 顾恒低头凝视着我 她如今的样子 会让你很畅快 沈清晚被囚禁在一间被封死的屋子里 门板被木头钉住 遮住外面大半光线 她头发散乱 身上的衣服不知穿了多久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味道 眼睛被黑不蒙着 手脚都被绑了个彻底 但她的嘴还能说话 听到门开了的动静 她犹如惊弓之鸟一般 朝后退了两步 浑身都在发抖 全然没了以往心高气傲的样子 已经一个月的囚禁 让她整个人的气焰都弱了下来 我劝你们放了我 沈清晚咬牙道 我是尚书府嫡女 更是未来的贵人 你们敢如此对我 有十个脑袋都不够你们砍 我看着她虚张声势的模样 缓缓蹲在她身侧 姐姐 你还好吗? 沈清晚听到声音 顿了一瞬 而后很快反应过来 沈清浅 是你 她剧烈地挣扎起来 你这个贱人 你竟敢挟持我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我神情有些悲悯 姐姐还不知道吧 你被人掳走 失踪医院 大伯父与大伯母 为了沈家名声 已然将你算作了死人 死人 沈清晚嘴唇煞白 安静下来 颤抖着声音问道 沈清浅 你想干什么 你别忘了 我是你 姐姐 你敢对我下手 姐姐 我冷笑一声 这么多年 你所做的一切 哪里还配我称你一声 姐姐 幼时她往我房中丢蛇 丢死老鼠 然后在我惊惧尖叫之时 带着族中姐妹欣赏我的迥态 再拍掌哈哈大笑 长公主喜奇 常常办其会 她知晓 我旗下得好 为不让我出风头 将我推下台阶 摔折了手臂 休养许久才好 我给祖母贺寿 送了符画 却被她弄污 在画上做了符王八 让本就与我不亲近的祖母 对我更加厌恶 更不要说顾衡这桩事 她发疯将我与顾衡凑在一起 又发疯 让我成了被退婚之人 鸣节近毁 沈清婉是天生的恶人 这么多年 庄庄渐渐 大伯父与大伯母袒护 祖父与祖母稀释宁人 不小心开玩笑这样的字眼我听的耳朵都起了茧姿 姐姐 你害我许多次 可我杀你 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你不能这样 沈清婉尖叫着后退 顾衡 顾衡不会放过你 让我来 别脏了你的手 顾衡抽出长剑 剑身折射出亮光 剑韧锋利的惊人 沈清婉听到她的声音 如遭雷劈 顾衡 你 你们 她像是一下子被抽去了心气 难难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重来一次 还是这样的结局 什么重来一次 我还未来得及细细琢磨她的话 沈清婉就有些癫狂地笑了起来 颇有破冠破摔的架势 顾衡 我对你不好吗 我让我父亲提拔你父亲 为你上香祈福 甚至为你退了和安阳侯府的亲事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顾衡正用眷布擦着剑身 眼底闪过一丝冷光 沈清婉见她不答 转头对我嘶吼 沈清浅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你以为她会一直喜欢你吗 我等你和我一样的下场 下一秒 顾衡手中的长剑刺入她心口 沾出大片雪花 沈清婉断了气 我过去卸下她眼上的黑布 她的眼睛竟还是睁着的 我将她的眼睛合上 姐姐 落叶归根 我会将你葬在松府老家的一处荒地 不会让你漂泊在外的 从这房间离开 顾衡对门外的人吩咐 将人拉去荒山埋了 处理干净 离开的路上 我脑中闪过沈清婉刚刚说的话 有什么东西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清浅 顾衡跟在我身后 抿着嘴唇解释 父亲她其实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顿住脚步 一下子将所有的事串联起来 顾衡的生母是教方司出身 教方司 我转头震惊地看向她 你的生父是皇上 二十年前 太子出世 皇上为给太子祈福 赦免了一批罪犯和教方司女子 其中就包括顾衡的生母 便是之时 皇上看到我 觉得我与她容貌相像 便去查了 得知二十年前 自己公宴醉酒后 宠幸过一名教方司女子 最后却将人放了出去 还诞下皇子 皇上十分激动 她如今正式进退两难之际 太子病危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她膝下的皇子病得病 死得死 朝中请立皇太帝的折子 快要将她淹了 如今骤然冒出个皇子来 又是年纪轻轻就登科了 她怎能不激动 原本筹备着 以皇子和皇妃流落民间的理由 将二人接回 可顾衡生母病重 竟一命呜呼了 于是她预备着 将顾衡先藏起来 寻一个合适的时机 再将人迎回 我对 皇上说 我要来松府找你 我问 所以你方才说的丁忧 是骗我的 顾衡解释道 我若是不回去 如今便是在丁忧期间 你有得选吗? 我问她 我们两个都身不由己 无论是从前 还是现在 事情如何发展 都由不得我们 顾衡沉默了 我皱了皱眉 突然想到什么? 沈清婉是怎么知道的? 按顾衡的说法 沈清婉在电视前夕就被囚禁了 她知晓此事 除非是顾衡告诉她的 我并未告诉过她此事 顾衡眸中闪过冷光 我一直好奇 为何她落马醒来后 突然对我转变了态度 甚至不惜退了与安阳侯府的亲事 现在想来 她应该早就知道了 她方才说自己重来一次 又知我身份 言之凿凿 应当是有什么奇遇 我曾听说 有人能够遇知未来 遇知未来? 这世上当真有这样的人吗? 坐于房中 想起顾衡的那番话 我看着摔断了的玉簪 脑子里有些乱 没过几日 京城中的急信递到了我母亲手上 我母亲拆开信封一看 傻眼了 沈清婉媚了 沈家到底还是向外宣布了这消息 尚书千金突发疾病 没了 沈清婉还未婚 不能葬入祖坟之中 大伯父和大伯母在祖坟不远处买了一块墓地 要将人葬在那里 原本大伯父还想让顾衡迎牌位入门 但顾衡守孝要三年 沈家等不了那么久 只能将女儿草草下葬 山高水远的 我和母亲都没打算回去 何况这信到我们手上 也得有十日时间 恐怕那头在京城都已下葬了 我父亲在信中颇为幸灾乐祸 连写好几句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水 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宁 顾衡偶尔会在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悄悄过府 当然 用的不是什么光彩的手段 尤其喜好翻墙 偷偷摸摸地 像做贼一样 顾衡有心求我重归于好 但却不敢让我母亲知道 一是她如今在众人眼中刚死了一亲的未婚妻 若是转头直接上门 我母亲恐怕会派人将她打出去 二是她原本不该在松府 是以形式须小心遮掩 不可大摇大摆 她常送些稀奇的物件和礼物过来 有时闲得没事干 就操起药碾子 磨着草药 我劝她回去 天皇贵咒给我做这些粗活 我可不敢当 她牵上我的手 颇为轻易地抵到唇边 能让你轻松一些 怎么都是值得的 我抽出手冷笑 你抢的都是琥珀的活 她每隔几日就翻墙过来 隔三差五就求我原谅 我都没松口 日子就这样过了三月 祖父两月后过六十大寿 我与母亲须得赶回京城贺寿 离开前 我让人木盒送回 里面装着被修不好的玉簪 和简短的字条 从前你的婚事自己做不了主 如今就更是了 你知道我已不似从前一般委屈求全 与其日后走到相看两相宴 倒不如止步于此 而后 我跟随母亲回到了京城 再没去打听过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祖父生辰前 太子轰了 原本预备大半的寿宴 只能是府中人小聚 与此同时 朝中巨变 太子葬礼上 传言皇上带回了流落民间的皇子祭拜兄长 还将在皇室宗亲前为他证明 虽还未见过这位皇子 但此事经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证言 满朝都处于震惊之中 尤其是给皇上上过请立皇太帝折子的大臣 皆是两股战战 先前沈家与安阳侯府结亲 也算半只脚上过湘王的船 沈家上下也人心惶惶 我父亲官位太小 站队人家也不要他 但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哪一日祖父和大伯父触怒天言 整个沈家一起被抄斩或流放了 祖父的生辰过得梅姿梅味 一桌子的人都有些强颜欢笑 我也不好大快躲疑 眼下这等局面 若是沈亲晚真是能预知未来之人 应该此刻已经嫁去了安阳侯府 下场想必不会太好 沈家的局面也会比现在更危险 果然没过多久 一日上朝 在朝为官的祖父 大伯父与父亲一夜未归 祖母将我们这慌乱的一家子聚在一处 朝外面打听消息 才知道湘王叛乱 围了皇宫 生擒皇子 逼皇上让位 我心头一阵不安 但又告诉自己 皇上将顾恒藏了几个月 总归是有后招的 加上有沈亲晚那番话 顾恒最后应该成功登基了才对 饶氏理性如此分析 我还是忍不住将指甲掐进肉里 隐藏在宽大袖袍下的手指多了几个血痕 睁眼熬到深夜也未有睡意 我索性起身隆起衣袍 点起烛火 你在担心我 突然的声音将我吓了一跳 险些就被脚下的东西绊倒 黑影中多出来的人扶住我的手臂 将我撑了起来 烛光下 我看到顾恒清俊的脸 正满含笑意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是说他被襄王生擒 人是假的 是了 皇上如今就他一个儿子 自然不会让他陷入险境 竭力将前方的路为他铺平整 他放开我的手臂 我怕你担心地睡不着 这才过来看看 我瞪了他一眼 谁会担心你 我自然是担心我父亲 你父亲不会有事 顾恒语气里带了些安抚 我已经与父皇说过你我二人之间的事 派人暗中保护着你父亲 待此事过后 我会请旨求他赐婚 清浅 别拒绝我 好吗 我抿着唇 问道 你都说了是赐婚 我怎么拒绝 我没想到他会来找我 如此紧要关头 他竟还有心思偷溜进沈家 与我商讨这些儿女情长之事 他十分真挚 你留给我的字条 我看到了 别担心 今时不同往日了 一切交给我好吗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 早年他依仗沈家 受人胁迫欺辱 我一番赤子之心 与微末之时相帮 如今他一朝翻身 未来富贵颇天 我为何不能同享 反而要将人推开呢 这是我应得的 我抬手揽住他的腰身 好 我醒来时 顾恒已经不见了 昨夜他握着我的手 轻声安抚 将我哄睡 不知是何时离开的 午时过后 我父亲才与祖父和大伯父回来 我父亲有些狼狈 但精神头还算好 他一回院子 就像做贼似的探头探脑 紧闭房门 而后将我与母亲叫去 襄王扶朱了 被他抓的那皇子是假的 你们可知真皇子是谁 我父亲表情夸张 顾恒 那个先前和咱们家清浅定亲的顾恒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 又瞪着我父亲 都退亲了 还说什么 哎 我父亲叹了口气 若是没有沈亲晚恒插一脚 顾恒现在已然是咱们家的女婿了 二房就彻底翻身了 我父亲垂胸顿足地去梳洗用膳了 我父亲都知道了 那该知道的人应该也都知道了 顾家和沈家都挺高兴的 尤其是顾家 虽然将顾恒当作数字教养长大 且不说怎么养的 好歹有养育之恩啊 再说沈家 顾恒的学业 那可是沈家族学的老师一手教起来的 大伯父还感慨 女儿沈亲晚命途多船 没能想上这份福气 她女儿没想上 我想上了 顾恒正名为肖恒 上了皇室御蝶 按年龄排行第六 赐婚的旨意下达沈家 赐婚沈明月之女沈清浅 为六皇子妃 由于六皇子生母去世 需守孝三年 三年后才能完婚 送走船指的公公 我父亲原本还很高兴 可想到要守孝三年才能成婚 又不是很高兴了 这新冒出来的六皇子 哪家不是虎视眈眈 三年 时间未免太长了 她甚至毫不避讳地在沈家众人面前叹息 若非有的人横插一脚 就不必等这么长的时间了 不过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呢 强行得来也压不住 这一番话连讽带刺 大伯母听者脸都绿了 回房就破口大骂 如今轮到二房来我们跟前得意 真是笑话 三年时间 我看他们能得意到几时 向来高贵优雅的妇人骂完 又哭了起来 我的婉儿还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呢 清婉是为顾恒出门上乡 才遭飞来恒祸 三年后 要娶也得是我婉儿的牌位先入门 真是负心薄幸 清婉已经死了 如今最该考虑的 是六皇子的态度 你别忘了 当初她和清婉的这桩婚事是怎么来的 贵妇人一听 也止住气声 我想起来了 咱们云婷还打过她呢 这可怎么办呢 云婷日后入世 沈尚书一听 也想起这桩陈年旧事 焦头烂额 三年时间 有皇上对萧衡绝对的支持 足够让她在朝堂之中站稳脚跟 这三年内 她常常来沈家 有时休息就在沈家客房站住 我父母见她对我热络 自然高兴 也没管过太多 亲吻拥抱 已是家常便饭 有时情到农时 她买手在我怀里 颤抖着平腹 我抚摸着她滚烫的耳朵 皇后娘娘赏你侍窃通房 你不用 却来我这里偷香窃欲 沈青婉死前那番话 到底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饶是有少年情义 又能持续多久呢? 她在我的锁骨上轻轻一咬 我的 是要给你的 那两个字 她说得很轻 我听得红了脸 抬手推了她一下 又被她拽住手腕 细腻缠稳 罢了 不论未来如何 至少此刻的幸福是真的 萧衡成婚前夕或封太子 我以太子妃一致嫁入东宫 当夜被翻红浪 红竹摇曳 明日还要去请安 今日我收敛着些 她吻着我的耳垂 含糊不清道 之后有三日婚嫁 可不会像今日一般放过你 我胡乱应了两声 颇为困倦地合上眼 感受到她轻轻吻上我的嘴唇 清浅 我好高兴 我缓缓勾起嘴唇 我也是 翻外 萧衡视角 我有一本札记 上面写满了仇人的名字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这人对我做过什么坏事 我都会写得一清二楚 原本我待在顾家 只记顾家的人 其中那个被我称为母亲的女人 被我记录的次数最多 她让人恪扣我娘的俸禄和炭火 送来朱时 她怀孕的时候在花园里滑倒 疑神疑鬼地让人打了曾去过花园的我娘十个板子 罚贵我娘为她肚子里的胎儿祈福 我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我也会记 她对我与娘不闻不问 纵容母亲欺辱我二人 有时一件事情我会记好几个人 母亲是下令的 还有就是那些苟障人士的下人 我也一并记住 我记得都是对我与娘不好的人 数年累积下来 已经写完了一本 到沈家时 我已经换了一本新的 也开始记了很多新的人 欺负我的沈清婉和那几个沈氏的族中子弟 我将他们也一并记住了 沈清浅 我刚想记她对我做的好事 想起我记得全是仇人 便没将她记上 沈云廷这个名字 我记了不下十遍 但很可惜 那时我势单力薄 不能把她怎么样 清浅帮了我 她让我将那群人引去她与沈老太爷下棋的地方 整治了他们 还连累自己被沈清婉欺辱 自那之后 我将她的仇人也一并记了 沈尚书 沈尚书夫人 沈清婉 还有她的父母 这些人与她亲缘相近 可对她也不好 我统统记上 我那时能力有限 能报复的只有一个沈清婉 第一次整治沈清婉 雨后 我在她必经之路上刷了些油 她摔倒将牙磕掉了 第二次整治沈清婉 是在马球会上 那时我也在场 寻到机会 往沈清婉的爱马石槽中 加了助性的药物 她的马是一匹公马 场上那马当众骑上一旁的母马 将马背上的沈清婉 甩飞了出去 场上的大夫看过后 都说她活不了 但她命太大 还是活了 醒来后 就闹着要退婚令驾 她被安阳侯府退婚后 沈尚书对我父亲施压 沈尚书与母亲沆瀣一气 母亲将我重病的娘封在后院 称若我不答应 便任由我娘自生自灭 也不会让人给她送吃的 让她活生生饿死 我只好退亲 给清潜递了消息 求她容我处理好这桩乌糟烂事 再与她成亲 是我没处理好沈清婉 当时要么不下手 要么就应该一击即中 如今平白生出许多事端来 让我与清潜分离 我下定决心 电视前夕 沈清婉必须死 失会落水是其中的遗迹 清潜曾对我说过 沈清婉不会服水 可没想到她如此命大 被路过的小厮发现 救了上去 一计不成 还有另一计 沈尚书为了让师会上落水的沈清婉避风头 决定让她上香祈福 在寺庙暂住几日 这为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找人将她掳走 关在了一个荒废许久的屋子里 我想让清潜见过昔日仇人的惨状 再送沈清婉下地狱 可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的身世友谊 知道后 我高兴了一阵 因为我记了这么多的仇 都能报了 我杀了沈清婉 当着清潜的面 清潜很善良 还说要为她收尸 我原本预计要她报失荒野的 沈家与清潜有亲 许多人都动不得 但可以有选择的调用 沈家也算是人才济济 不一定非要沈尚书 登位后 我将她外放 调去了千里之外的荒凉之地 举家都跟着搬离了京城 她走前 我将沈清婉去上香那日头上簪的珠花递给了她 看着她受到打击连连后退 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我心里很是痛快 我留着这肮脏的东西到今日 就是为了这一刻 沈尚书自是位高权重 逼我退亲另取 就是为了让沈清婉有个依靠 如今我告诉她 是她亲手将女儿推入了地狱 诚然 就算没有这桩事 我也会想办法杀了沈清婉 我说出此事 就是为了让她欲结于心 离开京城都不得安宁 沈尚书说她自知有罪 求我饶沈云婷一命 沈云婷 好久远的名字 清浅替我报过仇了 但远远不够 我告诉沈尚书 只要她不出现在京城 自然可以天安一余 她离开时 被瞧上去都弯了不少 沈家会越来越兴盛 但与他们这一支无关 离开京城前 沈云婷粘上了赌 我让人给她下套 赢走了不少钱 带去了她父亲外放之地 在那里 她日日沉溺于赌场 险些将家产输了个干净 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昔日高高在上的沈尚书 不得不向京城沈家发来消息求助 沈云婷废了之后 她便专心培养起庶子 由夫人教养 而沈夫人最是厌恶庶子 远在千里之外 这一家过得鸡飞狗跳 母亲生了 胎梦很准 果然是个男胎 我告诉她 念着她将我送去沈家族学 我会好好对她的儿子 将她培养成才 不会像她对我那般 然后送了她一杯毒酒 她多年搓磨 甚至在我娘的膳食礼下慢性毒药 我娘才早早身亡 她歇斯底里 你不能这么对我 是我将你培养成才 是我将你送去沈家的 我挥挥手 让人将酒给她灌了下去 是又如何 我只记仇 顾家也没如父亲希望的那般 再度兴盛 我赏了顾家许多金银珠宝 身外之物 但就是不起用顾家 就像顾家曾对我一般 好坏参半 旁人如何对我 我便同样待之 像清浅 他对我很好 大度地原谅我之前的过错 不计较我权宜之计伤过他的心 从前我与他在神府 无人庇护 只能抱团取暖 彼此安慰 那时我们之间没有别人 如今也不该有 先前太子轰逝 储君之位空玄 襄王野心勃勃 父皇膝下无子 急需稳固皇位 对我一力扶持 封我为太子 但人人都知道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日后要登上皇位 父皇又对我忌惮起来 借我稳固局面后 他常常光顾后宫 指望着又有皇子降世 一位贵人的皇子降生 让局面再度变得紧张 新出世的皇子被记在皇后名下 算作嫡出 皇后母族想让父皇废除另立 朝堂斗争激烈 险些将我拉下水 父皇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知道他也起了废除另立的心思 清浅见过那皇子后 肯定地对我道 那不是父皇的孩子 后来那贵人与侍卫私通的证据被摆上台面 滴血厌亲后 那孩子的邪与父皇不相容 父皇认定这孩子为野种 皇后一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扶持新皇子上位的梦碎 皇后又琢磨着往我身边塞女人 想将他身边的侄女塞给我做侧妃 我不会让任何人介入我与清浅之间 当初能杀了一个沈清婉 就能杀了千千万万个 后宅妇人的手段 阴损恶毒如母亲 嚣张跋扈如沈清婉 佛口舌心如皇后 我都见识过了 清浅柔弱善良 少年时被欺负了也只会躲起来默默哭泣 我不会让旁人有机会欺负他 包括我自己也不能 登位之际 清浅有孕 大臣上折子要我充盈后宫 他知道后像个没事人一样 可我知道他会躲起来偷偷抹眼泪 我下令废除后宫 我是皇帝 我想做的事情无人能够阻拦我 我不想做的事情无人能够勉强我 后来清浅生下一对龙凤胎 我言明是上天降下祥瑞 立了其中的男孩为太子 皇位后继有人 朝中上折子的一些大臣没了声音 还有一些 是希望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的 依旧坚持上奏 让我遵循组织 我将他们儿子女儿的信息搜集起来 下旨赐婚 互相凑成一对 不是倾家不拒头 既然都抱着一样的想法 那就这样凑在一起 也挺好的 时间长了 就无人再上奏烦我了 游记的清浅嫁给我那天 很是热闹 月人一一压压地唱词 传出去很远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 我与清浅结为夫妻 形影不离 我们不会走到相看两相宴 只会恩爱到白头 我们不会走到橋头 在这里 我不知能力 还不知能力 那么厉害 我们不知能力 我们不知能力 不知能力 我们不知能力